朋友们如果我们说原神里边什么材料最稀有 大家肯定会说啊原石 那除了原石呢 还有一个材料 原石还有稀有 它就是至时之勉 就是我们俗称的皇冠 因为这个材料呢 除了你活动获得 或者是升级审幸术这些东西 其他你任何途径都是搞不到的 课金都不行 所以说这个材料呢极为稀有 但是你想给你的角色的技能等级升到满级 它是必不可少的 问题就来了 怎么去分配这个皇冠呢 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当然啊 你想给谁就给谁 爱他就给他三皇冠 那怕克星又怎么样 我喜欢我就给 任性 大家呢也可以说一下 你的第一个三皇冠的角色是谁 所以呢以下的这个分析呢 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毕竟皇冠的数量是有限的 好刚还要用在刀刃上 首先呢我们要分析一下角色的类型 每个角色呢都有不同的侧重 比如说甘雨呢 它需要大重击是吧 那我们呢可以给甘雨的普通攻击一个皇冠 但是有的角色呢 它是需要一刷大招的 比如说像雷神 就给雷神的大招升到满级 其他的这个普通攻击呢 或者是小技能呢 升到九级就可以了 因为有的角色不怎么用普通攻击嘛 或者说它不怎么用小技能 速切非是吧 切完大招放个技能 它就可以下场了 这些角色呢 基本上用不少皇冠 差不多升一升就可以了 毕竟材料呢还是很稀缺的 而且呢到后期升级一级的技能 需要耗费很多的摩拉 升一级需要妈的七十万摩拉 真扛得住啊 一百多万 减两级没了 还有呢就是哪些角色 我强烈推荐给它一个皇冠的呢 也就是辅助角色 比如说像班吉特 钟离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角色啊 非常值得给它们三皇冠 神里 胡桃 达达丽亚 这些角色呢 不管是普通攻击 还是小技能 还是大招的伤害啊 都很低 所以说给它们三皇冠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其他的话呢 看着给就行了 其实每个角色呢 都值得给一个皇冠 主要呢还是看角色的泛用性 寻找它的侧重点 给它一个皇冠就好 当然啊 以上呢只是做一个参考 还是要看自己的差B 哪怕说它根本就不用普通攻击呢 照样给它个三皇冠 就是任性